南桥方便 李老师 每个星期三 在慈光图书馆讲经 晚上讲经 我们学经的 经修班的同学 二十几个人 派我们去给人借法语 怎么借缘呢 讲堂有两个门 我们站在门口 当接待 听众到座位 听众拿金本 今天从哪里讲起 耶稣翻过来告诉他 除这个之外 老师讲 如果你们有零钱 买一点花生米 买一点糖果 来的时候 一个人给一个 这借缘吗 这样呢 李讲经 听众才会多 这都是我们学来的 按老师教啊 为什么同学 有人发言很好 听众很多 有人发言差一点 听众十几二十个 所以教我们 所以教我们 接运 光 接善与 我们学会了 所以我的发言好 这个十多出家的法师 都在的 我在新加坡 我就告诉他 我就告诉他 老师教的嘛 一定要 走向别人道场 上大殿 拜三百佛 那个三百佛是 接法语 第一百佛 跟道场 接法语 第二百 跟常驻 接法语 就是常驻 地面的法师 道场 注重 第三百 给信徒 接法语 这是道场的信徒 我们要到这里 讲经 大家只深欢喜 到这里 刻三个头 不能别刻了 心里要发愿 我要有机会 到这里讲经 我就发愿 就出声 那么如果 真地要请 这个讲经 保持发愿 永远 殊胜 不帅 那怎么样 劝心中 对自己的 师父 就是寺庙的 这个主持 要有恭敬性 要听他教会 那我们劝他 我们可以 他不相信了 第二个 这信徒要归一三宝 我们可以带他 传三规 归一针 一定要老后上发 是归他的 不是归我的 我这都高兴啊 那不把我的信徒 带走了 第三个 所有的供养 一分不能带 全部交给老后上 供养 常住 你的发愿 就是 大家都喜欢 请你来讲经 你要是又受归一徒地 又把钱包都带走了 下一次再不能请他 这人情啊 一定要懂啊 发愿书生就从这来 所以 任何地方 居士地方 也如是 道场 那个地方 人家送的红帽 供养 都要给 常住 给这个道场 算是我供养他们的 这个就对了 所以大家欢喜 请我将进 我们一分请不要 远地方 旅费 我接受你 你会买机票 船票 交通工具 你们负责人 到你们那里 住多少天 饮食 这个宿舍 你们负责 钱不要 一分钱都不要 这才行 那么信徒 供养的一些钱 统统要给 穿住 决定不能再 这个就是 神赞神 天下道场 是一家了 没有人不欢喜 不让人负责